一经被誉为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 包括连山 归藏 周易三部一书 对常人而言 一经之重在于包罗万象 点透世人 是一部涵养福报的宝典 读懂以下五句话 能让你看透得失与获福 越来越有福气 乐天之命 故不忧 出自周易戏词上 意思是顺应天道 安于自然 所以不会有烦恼 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 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人生百年 起起伏伏 无需为某一个处境而烦恼 也无需执着于当下的困局 痛苦会过去 欢乐会流逝 贫穷有转机 富贵会变迁 不管好与坏 天地万物的变化 从不会因个体的影响 而改变步伐 正如《道德经》所言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自然法则 没有亲书之分 所谓善人 不过是遵循了天道而已 人这辈子 能乐天是一种勇气 能知命是一种胸怀 无论处于什么环境 既来之则安之 随遇而安 且行且喜 谦谦君子 卑以字幕 处自一转 相转煞 仙 意思是品行高尚之人 为人处事总能做到 谦逊离让 人生百年 若雾透一千字 必然大有作为 大有福气 周文王 亲自拉车带江子牙 出温水 使得天下三分 其二归周 刘皇叔 三顾茅庐 请诸葛亮出龙中 自此白手起家 三分天下 逝者 生于律 成于物 实于傲 相宇 自吻乌江 官宇 败走 卖成 李自成 功败垂成 莫不因傲 而后悔莫及 悠长人生 修一颗谦卑之心 为高时不自傲 想该想的福 帮该帮的人 更显其耀眼 为低时不自卑 吃该吃的苦 走该走的路 更显其自信 世事繁杂 无论身处何种经地 不轻易人 不费一物 自能其心融融 福泽绵长 乱之所生也 则言语亦为皆 出自周易 细词转上 意思是 祸乱产生的根源 是说话不当 需谨慎言语 以下三种话 一定要少说 恶言恶语 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每一句 说出口的话 或使人温暖 或给人折磨 你对待 这个世界如何 世界就会 如何回馈你 是非口舌 静坐 长思挤过 闲谈莫论人非 生活之扰 往往是管他人的闲事 却忘记了滋润自己的生命 不管闲事 不说闲言 至少可消除 80%以上的人生烦恼 谎话连篇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开玩笑 要戏谑有度 善意的谎言 要量行而为 欺瞒他人 却蒙骗不了自己 也逃不脱因果 人生一张嘴 管的是气韵 管不住嘴 就守不住人生的福气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帝是昆 君子已厚德在物 周易之相传 意思是 君子要以上天为榜样 自强不息 也要以大地为目标 不断培植美德 已承载外物 何为自强不息 悠长岁月 没有从天而降的幸运 也没有突如其来的福气 所有你得到的 都是全心付出的结果 所有你享受的 都是每一滴汗水的浇灌 每一份心血的滋润 人要效法上天 自觉奋发向上 永不松懈 何为厚德在物 有人能聚万金 却应年早逝 有人豪宅心天 却祸事连连 还有人一夜暴富 却很快家财散尽 维根到底 是外财不富得穷人 所有拥得住的财富 都依托于德行 依托于自己的创造专画 人要效仿大地 承载万物增厚美德 唯有厚德 才配得上厚财 而得博者 才必以其位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出自 一转文言转 昏文言 意思是 行善积德之家 必有享之不尽的福气 而作恶多端之家 必然有着不尽的祸事 何为善 心存善念 口出善言 行有善举 凡利他之事 则为善 何为不善 心存恶念 口出恶言 常有恶性 凡自私自利 则为不善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善与不善 在于积 量变引起质变 何为于庆 从大处着眼 似孔梦之家 曾是家族 为国家培养栋梁 有小处着手 则为寻常百姓之和睦 尽享其乐融融 何为于秧 往大了说 如父子成仇 妻离子散 往小了说 家庭不睦 家中之人 总会感觉到压抑 不快乐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它奠定了每个人一生的底色 或积极上进 或消极悲观 家风好 家道才能兴盛 家庭才能和顺美满 你可以没底线地 对一个人好 前提是值得 爱情是美好的 每个人带着希望 走入一段感情 都想要和爱人 走到最后 相伴一生 所以全力付出 用心经营 即使自己受点委屈 也不在乎 毕竟 从一段失败的感情中恢复 需要很久的时间 有人用了三个月 有人用了三年 也有人一生都无法释怀 托尔斯泰说 同是一件婚事 有人视之为儿戏 而另一些人 则将它看成 世界上最庄重的事情 你可以毫无底线地付出 不计较回报 但前提是 你付出的那个人 也会如此待你 擦亮眼睛 远离那些不懂感恩的人 你来到这世上走一遭 不是为了找个人做慈善的 珍惜自己的付出 去爱一个真正值得的人 人生往往是最信任的人 教会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明贤吉说 就逢知己千杯少 知己可遇不可求 人这一生 能遇到和自己合拍的人 是人生一大幸事 生活里 我们面对父母爱人 大多都报喜不报忧 但对知己 却可以无话不谈 两个人彻夜常谈过 哭过笑过 也吵过 互相许诺一辈子不分离 到老都要住在对方隔壁 没事就来串门喝茶 聊天跳舞 可是 往往也是知己的背叛 最是伤人 因为熟悉 所以知道 鼻子最脆弱的部分在哪里 眼看着那个 曾经最信任的人 一层层扒开你的伤口 还不罢休 再撒上一把盐 让你痛彻心扉 鲁迅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奴才到处找人诉苦 他分别向聪明人和傻子 抱怨主人对他的不公平 聪明人倾听完奴才的诉苦之后 做出悲悯和同情的样子 得到了奴才衷心的感谢 傻子听完之后 却傻傻地以为奴才 是真的想改变自己的处境 他想帮助奴才反抗主人压迫 便动手打了奴才的主人 不曾想奴才竟大喊 打强盗 和其他奴才一起将傻子赶走 还得意洋洋地向主人邀功请赏 常言道 宁跟明白人吵架 不跟糊涂人说话 同样的话 跟明白人说 哪怕是吵架 都是在讲道理的基础上 争辩对错 而跟糊涂的人则不同 跟糊涂人打交道 就像面对一头猛兽 他们对人情势力 几乎一窍不通 也听不明白道理 甚至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伤人 人生一世 谁都会有一些 埋藏在心底 不愿意轻易试人的秘密 即使关系再好 也别毫无保留地信任别人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永远不要放下 不要活得太累 你没有那么多关注 张小贤说 人总爱跟别人比较 看看谁比自己好 又有谁比不上自己 其实 为你的烦恼和忧愁垫底的 从来不是别人的不幸和痛苦 而是你自己的态度 有时活得太累 不是你能力不强 也不是你运气不好 而是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让别人不满意 人这一生有两种活法 一是活给别人看 二是活给自己看 活给别人看的人 过得战战兢兢 总是去追逐别人的脚步 羡慕人家的活法 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 活给自己看的人 掌握着自己的生活节奏 张持有度 不履不及 活得坦然而自在 其实 别人过得好与坏 都与你无关 只要自己觉得幸福就行 硬不着在乎 别人怎么评价 这世上人无完人 不管你再成功 总有人会诋毁你 不管你再落魄 也总有人会默默关心你 人生路远 把握好自己行走的节奏 才能走得轻松 过得自在 大多数人口中的怎么了 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并没有要帮你的意思 老话说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多交朋友没错 但遇到困难 就寄希望于别人帮助 对你真心的朋友 只会越来越少 慢慢发现 当你落难的时候 劝你放弃的人很多 给你帮助却没有 当你生病的时候 劝你吃药的很多 给你买药的却没有 好话谁都会说 到了帮忙的时候 却避之不及 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不缺看热闹的人 自己不努力 靠谁都没用 陶行之先生说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自己干 好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英雄好汉 人生没有太晚 只有太懒 这五句话送给你 愿你清醒时做事 糊涂时读书 大怒时睡觉 读处时思考 做一个幸福的人 读书旅行 努力工作 关心身体和心情 拯救最好的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